这是花花活动量最大的一个视频了 就是原视频,没有加倍速的 小花猪其实在追爷爷,追弟弟,追鸟儿 追陌生人的时候还是跑得挺快的 花花现在是在生气,但是她又追不到弟弟 调皮的叶子跟姐姐撩架 撩完就跑到树后面去 花花一去追,她就爬树,花花就追不到了 小花猪只能气得在原地团团转 后面的臭弟弟还很洋洋得意呢 一切都是在叶子的掌控之中的 她知道花花追不上她,又不敢爬树 可能花花的情绪稳定就是这样一天天练出来的吧 这个视频应该是花花叶子还没有去幼儿园之前的 在他们更小的时候,就是还不会走路之前 就是还在地上爬的那个时期 花花跟其他熊猫的体型差距还没有那么明显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霸王花呀 花花跟其他熊猫的体型差距就慢慢大起来了 不管是速度啊,反应力啊,还是体型上面 都已经比不上其他熊猫了 所以花花心想,我的情绪不稳定有咋样 反正又追不上,打不到,抢也抢不过 算了算了,一切看淡吧 小花猪爬个架子都能摔下去 但是花花不认输啊 她又起来继续向上爬,今天这个弟弟是非打不可的 妈妈不在,就是长姐如母 今天得替妈妈好好教育一下这个臭弟弟 而且荔枝的花花最后是终于成功了 她是成功地教育到了弟弟 把弟弟给掀下去了 霸王花再次崛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